我是維尼 影片開始前幫我按讚訂閱跟小鈴鐺喔 哈囉我們桌上這一箱呢 就是這次12月3號發的 萊莎的煉金工坊2 失落傳說與秘密妖精 那它距離前作呢 我只能說非常的快 不到一年就發了 那我這一次呢 經過上一次的洗禮之後 很簡單 因為我之前有買一代喔 證據在這邊 那我之前買的是Switch版本 那因為之前是Switch版 所以很可惜 這次我不能用它的 紀錄技藤的要素 拿到一些前作的服裝 可是沒關係 至少我們PS4版 可以直接升級成PS5版本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來直接看裡面的內容物吧 我們將內容物放在桌上喔 這一邊是遊戲的心靈版部分 那這一堆呢 就是典藏版 那典藏版的部分呢 包括這個 彈型的LED燈 圓珠筆 筆記 還有我主要的目標 A1的掛軸 那光榮的掛軸都要自己組喔 這還好啦 然後 然後 萊薩的調查紀錄 探險包 壓顆粒長頸 模型組合 沒錯 這就是所有內容物 那等一下的部分會先從 限定版的部分來介紹喔 接下來就來看限定版的部分吧 那我們首先是限定版的部分 那它這個限定版部分呢 跟我們當台一代的部分 其實是差不多一樣的 其實它的大小寬度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光榮其實他們現在做一般的限定版的時候 它其實用料非常少 嗯 一分錢一分貨 我只能說這樣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來看這邊的內容吧 我們在看內容物之前呢 它封面有個地方要說 這是我們中文版才有的那個特典喔 就是它這邊採取的是雙封面的部分 才知道才是它原本限定版的封面 那外面這個呢 在日本那邊日版來說的話 這是店家特典的部分喔 是掛軸的圖案喔 那官方是說中文版的部分有兩種圖案 就是好像是看你隨機怎麼樣拿到吧 拿到的是萊薩就是泳裝的部分 還不錯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內容物吧 那麼桌面上呢 就是限定版的部分 游戲 吊飾 資料夾 掛軸 設定級 然後還有一個 DLC課典移民之師的服裝 遊戲的部分呢 它就採取一般版的封面 其實我最近有時候覺得有時候啊 假如限定版的遊戲封面可以另外再做一個封面的話 是當然不錯 不過廠商呢 通常都不太可能啦 因為 少部分才會另外做 少部分的廠商才會另外做封面 那一般都是用原用一般版的封面這樣子 那封底的部分呢 有講明這次是第一代的三年後的故事 拆開之後呢 它裡面這個就是遊戲的光碟封面 它很可惜裡面沒有做內頁 對 它有附一個夏日服裝的那個DLC 那這個就是遊戲的部分 那我們換下一個 桌面上呢就是它的布置海報 製造 跟吊飾 吊飾呢 是用透明包裝的 那我們直接給大家看它的樣子吧 超級Q版的萊莎 我是真的覺得蠻可愛的啦 嗯 吊飾的部分就是我們萊莎 它這樣站立的樣子 然後有一半的人是為了它的蜜大腿啊 大腿真香 它轉過來呢 背面是這樣 OK 布置海報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拆開 那撐開之後呢 就是這樣 有我們所有的角色 那我們換下一個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設定器的部分喔 那 非常薄喔 那我們就直接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主要我們第一頁就是我們的萊莎啦 那這邊有它的個人基本資料 然後它的3D模組 那翻過來呢 這是我們一代的造型喔 三年前的它 還有場景的 場景的部分 然後翻過來這邊也是場景的部分 然後大概再放一下 很簡單 這樣就沒有啦 薄薄的一本 只能說光榮最近真的是在設定器上 越做越少啦 以前都做很厚 那麼接下來就是典長版的內容了 典長版的內容之一 鋼筆 然後筆記本 有大家知道這個紙的材料是什麼的話 歡迎幫我在影片下留言喔 冒險袋 冒險袋其實還蠻小的啦 這個 而且單純的一個造型這樣子 接下來調查紀錄 我們就直接撕開給大家看喔 就可以看出它這裡面 就是我們萊莎 它在遊戲裡面 它記錄東西的方式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 壓克里的模型組合 那我先把它拼起來啦 那我們組完就是這樣 稍微給大家看吧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這個 彩虹寶玉的LED燈喔 直接拆給大家看囉 我猜出來就是很單純的一顆蛋 但是我要說 其實我覺得 它這個橫切面角 它是做一體成型的話 比如說 照我做模型的經驗的話 它就做上半 上半這樣子 然後它這樣下半 再把它拼上去的話 會造型會更好看 那我們接下來都開燈給大家看 因為它電池已經視線都裝好 好 好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喔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掛軸 也就是我為了典堂版最重要的目的啊 那我就把它拼好吧 那我們組好之後呢 它的樣子就是這樣 非常的香啊 我們的萊莎穿上泳裝 真的棒喔 真的是我為了這個掛軸 我就是衝了典堂版 等於說 這真的是最棒啊 中文版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課點忘了說 就是我們這個 最讚的旗袍啊 未來這支出旗袍裝的PVC 大家應該都有興趣 還有他的好朋友 對 那這個是 中文版才有的追加課點的部分喔 OK 那麼今天萊莎典堂版的影片呢 假如各位覺得不錯的話呢 就麻煩幫我點讚跟訂閱 現在很缺訂閱 真的需要大家的幫幫忙啊 然後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喔 掰呦